大家好,我叫Dolos Alexandra,我是一名罗曼尼亚的学生,今年17岁了,我也有一个中国的名字,叫夏眼,夏天的夏,语言的言。 我从2018年开始接触汉语,在这小视频中,我会向你们揭晓我是如何开始学习汉字的。请看这些图片。 这就是我当时写的汉字。 我记得有几个字,我觉得一点也不容易,所以每次都我问我的汉语老师,老师,你可以帮我一下吗?我还不会写跳舞。 可是现在对我来说,像这样的词特别容易,所以我非常骄傲。 我还要分享给你们,我学习汉字的小诀窍。 我可以说,中国的汉字在我的眼中就像一块块拼图,而我就是拼拼图的人。 汉字在我的手中组合变换,汉语在我的心里,累成殿堂。 有水写在我的心里,累成殿堂。 有水冒气泡。 有火,放鞭炮。 有火,放鞭炮。 手和眼睛看。 眼睛看。 金门张口闻。 金门张口闻。 有木,猜能有森。 有木,猜能有森。 森林。 有人猜能有森种。 中国有这样的一句话, 玩时开头难。 它的意思是,无论做什么事情, 动时开始的时候比较难, 但是不要言辞放弃, 每个汉字都是一块拼图。 它将住成一道桥梁, 连接你的世界和梦想。 谢谢大家。